它的污染是不可逆的 因為它要經過好幾萬年才會消除 那大部分其它的污染呢 只要你能夠停止了 經過了幾十年百年 它就慢慢濃度會下降 這個是在沙路交流道 國道3號的沙路交流道 交流道旁邊的溪谷 這一層樓大概有八層樓高 它堆了12年 那這個是什麼呢 這是我們那天去看的 就是有毒的廢棄物 那這有毒的廢棄物 因為它是在什麼 地瓜田跟瓜生田旁邊 它堆了12年了 它旁邊是自來水公司的取水井 然後呢 上個禮拜 這旁邊的這個公民里的里長 他們就打電話給我說 我們已經發出了給我們的里民通知 不能喝地下水 說不能喝地下水 但是呢我們環保署去檢驗的時候說 地下水沒問題 但是里長告訴 分明說不能喝地下水 那當時我們在開記者會 就是希望說 環保署 能夠擴大檢查 污染的範圍 農糧署能夠擴大檢查 周邊的農作物 有沒有污染 那農作物有受到污染的話 要馬上銷毀 那如果周邊的這個土壤跟地下水 如果有污染的話 馬上要做整治 那這一些 這三十萬噸的有福的廢棄物 應該要馬上處理 但是到現在都還沒有處理 那環保署馬上就回應了 證實農地有受到重金屬污染 那農糧署的公文也回應了 他說農糧署的檢測報告 國家是把它列為機密啊 所以呢 農作物到底有沒有受到污染呢 是一個機密 那我們看到的林毅斯案呢 他其實是一個環境污染的犯罪 我有講的 那我們的整個社會 他並沒有要去處理這個結構的問題 他是在對人 他沒有對事 然後沒有想要把這樣的一個結構問題 處理掉 我們台灣是一個島國 你各位知道說 有毒的事業廢棄物 是不可以外運到其他國家去的 不可以賣給非洲落後國家的 所以當時的台所的董烏尼 世界環遊一圈之後 又回到了台灣 那台灣島到底一年產生多少的 事業廢棄物 有毒的事業廢棄物呢 就我們環保團體來看 他是有毒的 但是就環保署來看 他是沒有毒的 那為什麼我們覺得他是有毒 因為我們覺得他含有重金屬跟彈藥性 還有其他的有毒的化學物質 但是我們的環保署說 只要是怎麼樣 只要是沒有超過他們的標準 都是沒有毒的 我們的標準是很低的 各位知道說 在歐洲 歐盟 他們的農地的代曜星的管制 是10匹克 你各位知道說農地 能夠含有代曜星是10匹克 你各位知道說台灣的農地 他是沒有管制 他只有土壤代曜星的管制 他這個土壤就泛指所有的土壤 包括了農地的土壤 那你各位知道說 我們台灣對於土壤裡面的 代曜星的管制是多少 歐洲是10匹克 台灣是1000匹克 所以 你要不超過1000匹克 叫做沒有毒 各位知道嗎 那你知道有 在前年有聽過代曜星壓 在大寮有代曜星壓的事件 如果你有印象的話 因為他的養鴨池 是用有毒的事業備器物 追出來的 所以他的環境背景值呢 是86匹克 他養出來的鴨池的鴨肉 超過管制標準的5.6倍 但是我們的土壤 的管制標準是多少 1000匹克 他的環境背景值86匹克 就已經造成這麼嚴重了 你就可以想像環保署所說的 沒有毒是什麼樣子 所以呢 在這樣的狀況下 我們台灣一年產生多少的有毒廢棄物 2000萬公噸 那經過了幾十年 這些有毒的事業廢棄物 他既然沒有地方出口到其他國家去 他能夠做什麼 當然一個就是我們剛剛講的 就堆起來啦 堆起來的時候 這家公司叫做現有實業公司 現有實業公司 他們堆了這些有毒的事業廢棄物呢 這些公司的這些集團被收押了 他們還組織著律師團去抗告 因為起訴的檢察官就只有一個 但是他們律師團有六個 要去告這個檢察官 告什麼 告說檢察官濫權 他說 他們的律師團說 這個叫做工業原料 工業原料 那法官就問說 你怎麼說它是工業原料 他們律師團就解釋 因為這家公司要把它做成銷破塊再賣給政府 他們去清了這些有毒的廢棄物 你各位知道說 這些有毒的事業廢棄物 他如果要處理的話 一公噸要十萬塊 這裡面三十萬公噸就是三十億 他如果都不處理的話 他就賺了三十億 那你想想看兩千萬公噸的有毒廢棄物 當他流竄到台灣各個地方的時候 這個就是一個地下龐大的利益 而且呢 當你有辦法的人 他又可以透過公共工程 做成銷破塊 再賣給政府再賺一次 他跟廠商賺一次 各位知道 跟廠商禁料 地勇跟中鋼禁料是賺一手 然後他再進入到公共工程 綁標再賺一手 所以呢 我們的這些有毒的廢棄物 他除了流竄到偏鄉的地方去之外 他就進入到公共工程裡面 所以在台南的六十億的快速道路呢 的地基 就埋了這個爐渣的廢棄物 你看 這個阿伯 他的曬衣服的 是用那個重金屬爐渣 跌起來的爐石 然後呢 我們看到這些廢類 就長在這個爐石上面 那 我們 這個 黃煥山老師開了好多次記者會 然後都說有毒有毒了 但是不管是環保署或是環保局都說沒有毒 那 這個是在台南 那台中有沒有 也有 這是台中的西冰快速道路的大陸西橋 那也是黃萬張老師他跟我講 他說 我在台南的七谷屍地旁邊的六十一號快速道路 我發現了這個有毒的事業廢棄物 而且數量非常的長大 因為我們都知道 一年兩千萬公噸這些集團呢 共犯的這些集團 不是堆到這個農田裡面去 就堆到山裡面去 然後有辦法的就進入到公共工程 他說如果台南會有的話 其他地方會不會有 應該也會 所以他有一次來台中開會的時候 他就開著開著開著 經過了西冰快速道路的大陸西橋 下面就是張丁工業區 他馬上 馬上興起來潮 就下交流道 就繞到這個大陸西橋下面去 結果他一看 整個橋下有幾十萬公噸的有毒廢棄物 大陸西橋這下面叫做什麼 叫做野生動物保護區 這個叫什麼 代曜星集成灰 就整個堆滿了大陸西的河口濕地 這是野生動物保護區 然後呢我們的有關單位說 不知道這些東西哪裡來的 那我只能猜測說是大衛魔術師店的 幾十萬公噸要怎麼送過去呢 要不要有卡車 你今天在偵查犯罪的時候 你知道說我們路口的監視器有多少 密度是全 密度之高你知道嗎 但是當我們覺得說要去 這個有要去偵辦某些案子的時候 這些影像都不見了 你要送一台一台的這樣的卡車 要送到這個屍體 然後要把它倒下來 這幾十萬噸的這樣的有毒廢棄物 倒到河口 屍體居然不知道這些哪裡來的 這是我們上次去看 這是躺在農井的農田 這一塊是什麼 這一塊不是事業廢棄物 這一塊叫做垃圾焚化爐的底紮 垃圾焚化爐底紮 從台北送下來填在這個地方 那這個焚化爐的底紮 我們也講過說 它一公噸如果你利用的話 那政府補貼你一千六百塊 那這個台北送下來 他們就這個集團呢 就買了一塊農地 然後填了兩萬公噸 然後我們環保署就要補貼它三千兩百萬 各位知道說 我們的納稅人的錢給政府 政府呢把你納稅人的錢 補助給他們來污染土地耶 然後呢我們開的記者會 開的記者會有沒有解決問題 沒有解決問題 沒有解決問題 因為呢我們說 農地怎麼可以放這樣的東西 當然環保署跟環保局 就說沒有毒啦 所以呢 這張投影片要五萬塊 為什麼環保困體 需要大家支持的原因在這邊 你不要小看這張投影片是五萬塊 因為環保署跟環保局 都講沒有毒沒有毒啊 然後我們不得已 我們的檢測的東西 就要送給第三者的 所謂的公正單位啊 他們來檢測啊 那檢測結果裡面呢 有五種的重金屬 是超過農地的管制標準啊 他的代曜性是60匹克啊 他放在農田裡面 你覺得可以嗎 但是環保署他又解釋啊 因為他的這個 魂化爐抵渣的再利用的辦法裡面 沒有規定廠商可以進農田 也沒有規定他不可以進農田 所以他說他們沒有辦法 沒有違法啦 這樣懂嗎 那你覺得可以嗎 所以呢 他們有作為他們有作為 相信我 在我們2011年的時候開了記者會 他們很難下台對不對 所以在2012年的時候 總統大選一選完之後 他們馬上修法 修法修什麼 我們不是環保團體在抗議說 怎麼可以把垃圾焚化爐有重金屬有代曜性的放在農田裡面 他們馬上進行修法 修法就是說 開放可以了 開放可以了 然後 然後 而且呢 我們在指引那個公共工程跟填海照 他說 也直接可以了 我就跟你講說 我們現在所謂的 好像民主 只要完成這個合法的程序之後 就完蛋了 當時他還沒有去修法的時候 我們都還有抗爭喔 覺得說 我們還可以大家來講道理對不對 沒有了 已經變成法律了 那你要怎麼辦 而且更糟糕的是 你剛剛看的這張投影片 這個是家庭垃圾 就是一般的生活的垃圾 他們這次修法 很可怕 他們把甲級焚化爐的抵渣 併入 也可以 什麼叫做甲級焚化爐 就是工廠的垃圾 所以有時候你看 在山上 陳老師不是說去抗爭那個 阿里山公路的封路嗎 對不對 我們去華南路封路啊 然後我們去抗議說 你政府怎麼可以把那個垃圾的 這麼堵的東西 倒在農田裡面啊 但是 他們在山上這些爛肯的人 你講了有沒有解決 沒有 他給他們承諸的契約 就地合法 然後你再去抗議 有沒有 他們給他們行政命令 剛剛講說 賤價賣給他 然後呢 土壤的污染 你抗議有沒有用 沒有 馬上修法合法化 那你再看一下 我們的農地的污染 還有一個水的污染 到目前為止 我們在台灣生活的人民 可能不曉得 我們台灣的灌溉用水 跟我們的工業的廢水 是沒有分離的 各位知不知道 我就講 我就講台中市 台中市合法列管的 合法喔 就是核准它能夠排入到農田裡面 總共有158個工廠 這個工廠有的叫做工業區 每年總共排放1300多萬噸的工業廢水 直接進入到農田的灌溉系統 這是台中市 那其他地方就不用講了 所以呢 我們台灣的整個維生系統 除了剛剛我講的生態系統 到我們都會區跟農村裡面 是一塌火土 幾乎整個快崩潔 都就喝這樣的水 這個水呢 是工業廢水 然後 我們就吃這樣的豬肉 然後呢 這上面還有泛有這個 電鍍廠的金屬的油光 那阿伯就抽這個水灌溉 這個蔡佳陽老師就跑過去說 阿伯這水你不覺得很髒的 這有電鍍廠的油光 阿伯就說 我如果沒有用這 我的豬肉的細節 蔡佳陽老師就說 但是你不會煩惱說 你穿出來的豬肉 那麗不動 嚇人也會煩惱啦 我如果買出去 跟別人的考慮會 那濃度就下降了 所以我們的這個整個 不管是農業區跟農業區的混亂 還有包括農田裡面 居然也有工廠 那這些建造是誰可准的 難道這些工廠 他會直接拉磚管到外海去排放嗎 難道說這些工廠 他們的處理的水 能夠跟山泉水一樣嗎 剛剛我們講的是污染了 還有一個空氣的問題